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詞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一定要找到我的宝贝儿子 我的宝贝儿子 我好想他呀 林姑 你的事我为您尽力去做 但是你刚刚说你跟你儿子失散了二十五年 这二十五年的时间 沧海桑田 要找一个人并不容易 怎么样 你的意思是不想帮我找了 不是 伯文不是这个意思 林姑的事我一定尽力去做 只不过时隔二十五年 我不一定找得到人 你不给我保证 那么我就不帮你对付那个阿三 林姑 我不是说我不帮你 我只是说我没这个把握 你不保证啊 那就什么都不用说了 既然林姑这么说 我就不勉强了 刘伯温哪 你实在很死脑筋欸 你就跟我保证说你会帮我找到我儿子 让我高兴一下会死吗 伯温立身行事 以信义为先 没有把握的事 绝不能轻易成怒 哎呦 你就哄哄我让我开心也不行吗 你们男人都是这样 就是不懂得体贴 我的宝贝儿子 你知道娘好想你吗 哎呀 算了算了 哎呀 叫你哄我开开心也不行 我那个阿三啊 他最会哄我了 可是 他也最会骗我了 哄得我 连儿子都没有了 我看你跟他不一样 你不会骗我吧 那好吧 我就答应帮你的忙 伯温谢谢林姑 我可以保证这件事结束 我一定帮助你寻找儿子 这话是你说的 嗯 嗯 我的宝贝儿子 你知道娘好想你吗 已经二十五年了 自从你出生之后 娘看了你一眼之后 就再也没有见过你 宝贝儿子 你知道娘好想你吗 嗯 林姑 我刚才听你这么说 你只见过你儿子一命 你可以告诉我 他的身上有什么特征吗 好方便我找他 当然有啊 我跟你说啊 他的耳后有颗朱砂痣 朱砂痣 嗯 这个不知死活的刘伯温竟敢出手伤我 一定要逃回来 好方便 怎么黑漆漆的什么都看不到 这个琉璃球明明是好的 啊 难道是刘伯温跟高斌在背后搞鬼 对啊 嗯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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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恭喜你了 啊 不敢 贫道拜见四皇子 不必这么多理 请问飞云道长 你今天来潜宫 有什么重要的事吗 啊 贫道从道观出来 经过此地看见这么多御林军 一时好奇就过来看看了 嗯 请问四皇子 为什么突然间派这么多御林军 守护寝宫呢 那是因为 阿弥陀佛 皇上 嗯 皇上 嗯 贫道叩见皇上 嗯 二臣叩见父皇 贫身 谢父皇上 啊 嗯 原来是四皇子 跟着两条长狼狐子的道长 啊 不是不是 两婿大祭酒 啊 哎呀 哎呦 哎呦 是我的金鸟吧 怎么会 哎哎 哎 大祭酒 你看这只鸟 可爱吧 啊 哎呀 哎呀 老大我呀 它这御花园 进进出出这么多趟了 我从来啊 没看过 这么可爱的小鸟 哎 哎呦 哎呦 大祭酒啊 你喜不喜欢 哎如果你喜欢的话 老大我呀 就不好意思了 啊 我已经决定了 要把它带为黄军寺去养着 每天让它听佛经 哎 说不定哪天哪这只鸟 它就会说法讲道了呢 哈哈 这死徒女 竟敢说这句话来挑衅你 哎 哎 道长啊 嗯 你到寝宫来 有什么事啊 啊 回皇上 我在道观没事 出来走一走而已 顺便跟皇上无问感恩 哦 这样啊 哦 好好好 嗯啊好 皇上如果没有其他吩咐 我 贫道就告辞了 哎 好啊 哎那你就去忙你的 嗯啊 贫道告退 嗯好 启禀父皇 玉林军已经都安置妥当 及时开始守卫 嗯 朱弟啊 辛苦你了啊 这是儿臣应该做的 很好很好很好 嗯 现在有玉林军看守 又有刘国师跟高明师父保护我 朕就会高枕无忧 不用怕有人会来伤害我了 哎嘿嘿 好了 朱弟啊那你先下去休息啊 儿臣告退 哎 哎呦 这家来的头啊 你还是不能大意 有些事情啊 有时候很难说的 哎呀哎呀 哎呀哎呀 其实啊 有的时候啊 你真的是很啰嗦哎 师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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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昨夜之后 我的身份已经差不多曝光了 可恶 竟然这么早就破功 这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不行 我不能在这里坐以待毙 你必须心发制人 逼他们早点采取行动 要不然 我处心积虑 弄保的这个宫中地位 我就不保了 我处心积虑 看来 也只有这么做了 这是你们逼我的 这是你们逼我的 是谁这么不识相 打扰本皇子在思考 不 哎 雅夫 我就知道是你 怎么了 怎么脸这么臭啊 谁惹你生气了 哪个不识相 哪个不识相得惹我生气 你会不知道 我不是相 不过我真的不知道 我什么时候惹你生气了 我在外面到处斑驳 想尽办法 让你坐上储君之位 你当好命 刚刚没事的人死的 一天到晚躺在这棺材里 你曾经触我眉头 我哪有触你眉头啊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我现在闲着没事做 躺在棺材里想事情 想事情 你想出什么无子天书 解你的玄机了没有 我还没有想出无子天书可解玄机 我想出蜘蛛丝 蚊子丝等着抓蜻蜓 蜻蜓跌落蜘蛛网 结果搞了半年还是没死 白费功夫 我说爽玩儿啊 你就不能称作一点 别让我跟你娘每天为你烦恼 你看不出来我也想振作 但是现在的局势 你应该比我还清楚 现在不是我想做什么 就能做什么 何况现在有雅妇 在为我担心诏书之事 我真的不知道我该做些什么 说到诏书就一肚子气 是不是你要求我父皇公开诏书的内容 我父皇不肯答应呢 皇上不答应就算了 至少我可以继续努力 可是今天我去见皇上 他们居然挡着我不让我进 阻止你不让你见皇上 难道是宫里发生什么事情了 现在我也还不清楚 不过看宫里的妾藩这么紧张 绝对是发生什么大事 谁我才更着急 我是谁 胡卫庸 死小子 你有皮在痒了 大明丞相 我这个大明丞相 居然连宫里边发生什么事 我都不知道 还不敢让我进宫 这摆明了 有人掌控宫中的事情 你说我急不急 可是我真的想不透 是谁这么大胆阻止你进宫啊 还会有谁 还不叫善良不问 他仗着这回皇上病重 是他施法教会的皇上 就自以为不得了 一下子变成皇上身边唯一的重臣 什么事都是他决定 我完全都不知道 我就是觉得情况危急 才来找你商量 一来就看你躺在棺材里 悠悠哉哉的 你说我会不会生气 会 而且很生气 好了 别气了 来来来 请坐 来 别生气了 你很爱生气 小心 这棺材不错吧 很舒服吧 雅夫啊 他们明的不让你知道宫里发生什么事情 我就用暗的去调查 你怎么调查 我是谁 二皇子周闯啊 不是 我是天尊 放心 我会以天尊的身份潜入宫里调查 天尊的身份 你要以天尊的身份 请问天尊 你是要去查试还是去惹试 我怎么可能会惹事情 宫里出了事 刘万万和高兵绝对会提高警觉 再加上朱棣一定会带着越联军到处悬查 你要以天尊的身份去调查事情 我倒觉得你去越市一定会成功 你 让一让 不好意思 没办法帮你 我要在躺外棺材里继续思考 你 我在宫里边有眼线 我很快就会知道 宫里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你就继续摊摊的棺材吧 可是在这个节骨眼上 我只求你别给我惹麻烦了 过家阿弥陀佛了 好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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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这是胡维忧相国府的地图 我是凭我的记忆画的 很好 那我就可以去相国府 去查查看胡维忧 跟凌家喜岸的关系 这个地方 我觉得很神秘 好像里面藏着什么秘密 之前我住在那里的时候 一直想去调查 但是都苦无机会 阿勇 你如果要去相国府 这个地方一定要查查看 你放心好了 这个地方我一定会去查的 阿勇啊 你真的要一个人去冒险啊 你要知道 胡维忧不是泛泛之辈 再说相国府不是普通人家 万一出什么差错 你 老徐 岳瑶的事情就是我的事 不管是岛山渐海 或是有多么危险 我都一定要去 再说 凌家喜岸不能不破啊 非去不可 非去不可 好 既然你非去不可 那我希望你不要以皇子的身份出现 一来 你要是被发现的时候 与皇子无关 二来 你要杀猪重围 也比较没负担 嗯 我知道 阿勇 我们凌家的仇 我是一定要报的 可是 我有不得已的苦衷 不能出面 只好请你帮忙 岳瑶 我知道 你跟我说过 你师父不准你调查这件事 你尽管放心 我也会替你调查清楚的 不管遇到什么危险 这都是我心甘情愿的 阿勇 你对我的恩情 我不一定能回报于你 岳瑶 你对我有多么重要 我相信你心里很清楚 我这条命 算是你给我的 所以 我为所爱的人 做我该做的事 就这么简单而已 报答不报答 已经不重要了 岳瑶 你等我好消息 原来阿勇就是地底 你找地底来做什么 我不知道能说什么 你在跟我装算 岳瑶 你要跟我耍心机 还查太远了吗 可是 我不会跟你计较 因为你迟早 要跟他配合 师父要我跟他配合 配合什么呢 这里就是向国府的后花园 照岳瑶画的地头来看 穿过花园 回廊 在过去 就是岳瑶说的神秘地方 这里应该是岳瑶所说的 神秘的地方 可是 这里看起来很平常 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 有人进来了 这道墙后面 一定有密室 原来是童年教的帝尊 大驾光临 会真要何至教 此地不得久 帝尊这样就想走了 岂不是太不给我胡文雍面子了 你想怎么样 好歹这也是向国府 如果让你说来就来 说走就走 以后我胡文雍 要如何在朝中立足呢 你的意思是说 你要抓我 既然帝尊想走 我就正好抓你了 那也得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试试看就知道 快走 这个林玉瑶和弟尊联手 居然要畅大了威力 若非我神功一成 后怕是无力阻挡 到底是怎么回事 老徐 来了 看人 还有 怎么了 你受伤了 老徐 我不要紧 我被胡卫庸给发现了 奇怪 胡卫庸的武功 怎么突然变得那么厉害了 要不是岳瑶只是赶到 我今天恐怕 没办法离开相国府了 岳瑶 你怎么知道是我 我跟着你到相国府 看你戴上面具 我就知道了 岳瑶 你没有发现 你我二人武功配合起来 竟然有这么大的威力 奇怪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本来我们两个人的武功 根本不是胡卫庸的对手 为什么我们一联手 就威力大增了 连胡卫庸也抵挡不住 是啊 我也觉得很奇怪 好像我们两个的武功 本来就该配合起来似的 今天是我们第一次联手 就有如此的威力 如果我们再互相配合 威力不是更大吗 奇怪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老徐 你在说什么 这怎么会不奇怪呢 来 你们跟我来 照我刚才教你们的口诀 你们俩就照这个口诀 一起发功 旋旋转轰 道转阴阳 天地人 俄儿为一 老徐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是我们通天教的绝世武功 叫云阳心法 威力也不可一世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月瑶姑娘 你应该就是仁尊 编尊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月瑶姑娘 你应该就是仁尊 仁尊 仁尊 仁尊是什么 我怎么可能会是仁尊 以前我听 开山祖师至高无上主 曾经说过 他的护法之中 有天地人三尊 天地二尊 各拥有不同的武功 但仁尊就不一样了 因为仁尊可以跟天地两尊配合 不管他跟哪一个人配合 虽然威力各有不同 但是 那个杀伤力 不可一世 所以 月瑶姑娘必定是仁尊 月瑶 你知道你自己是仁尊吗 仁尊这个名字 我是第一次听到 月瑶姑娘 你的武功 是不是鬼灭人传授给你的 是的 那你知道那个鬼灭人 是什么人吗 月瑶 鬼灭人到底是谁呢 师父 你让我跟谁配合 你不用问那么多 到时候你自己就知道了 原来师父说了 是我们的武功 看来师父很有可能 就是老师所说的无上主 月瑶 你在想什么 对不起 请你们原谅 我发过誓 不能透露我师父的身份 原来是这样 那我们就不勉强你了 月瑶姑娘 自然你不肯告诉我们 不过我也可以推断出来 令师 与我们同天教至高无上主 必定有关 除了你的仁尊绝世武功之外 天底下绝对没有第二门武功 能跟天地二尊的武功配合 老徐 如果你见到无上主 你还认得出他来吗 如果你想跟踪我 查出我师父的身份 以后我就不会来了 月瑶 你想想看 我是帝尊 你是仁尊 那个鬼灭人是无上主 我们算起来是自己人 就算知道了他的身份 有什么关系 这 这一切至高无上主 自有安排 他要是想跟我们见面 他自然会现身 如果他不想跟我们见面 我们也不该 撕探他的行踪 对了 月瑶 今天我们跟胡卫庸交手的那个地方 是不是你说的那个神秘地方 没错 就是那里 嗯 那个地方表面上看起来很正常 但是我觉得那道墙定有玄机 虽然很可惜胡卫庸他出现了 不过我觉得那道墙一定有问题 哎呀 可惜呀可惜 一级不中打草惊蛇 若想再探 难上加难哪 雅父 你派人来通知我 说有人夜叹相国府 到底是什么情形 还不就是那林月瑶 他又不死心地 来查林家血案的证据 这次还有帝尊来帮忙呢 帝尊 帝尊陪林月瑶一起来 没错 川儿 你要上哪儿去了 我现在要去召集通天教徒 召开大会 好好地教训帝尊 现在先别急着找帝尊的麻烦 来 雅父先带你看一样东西 不错嘛 无鬼现行 沙拉图沙拉图沙拉图 不错 你这件密室礼啊 跟个宝库一样 什么玩意儿都有 玉玺 连玉玺也有啊 厉害 龙袍 可是这件龙袍叫了点 放心 你当皇帝的时候 一定有新的龙袍可穿 好 可是雅父 你密室礼的这些东西 如果被人发现呢 你可有得瞧了 雅父怎么处理事情的 你应该很了解 我一向都很小心 所以你现在应该知道 帝尊为什么会来了吧 帝尊 难道帝尊知道 向国府里有这些密室 他现在应该还不知道 不过 我相信他来这儿 就是想要发现这些东西 发现这些东西 雅父可以说得清楚一点吗 帝尊就是朱燕 他和林月瑶同时出现 就表示他是来调查林家血案 林家血案 自无对证 袁凯早已经死了 问题是 刘伯文现在重新调查此案 他一定要告诉林月瑶 袁凯所持的上方宝剑 可能是假的 所以他们想来向国府一探究竟 袁凯就是凭着一道假圣旨 出展了林家三十六口人 林月瑶 你真是活腻了 居然想调查我的雅父 放心 爽儿去处理 你如果出手了 不就等于承认自己有问题吗 这样 那让他们继续调查好了 你不必激我 雅父早已有万全的准备 绝不会让他们发现这些密室 爽儿知道 雅父一定有万全的准备 我很放心 而且爽儿也会特别注意 那个白毛的 其实 现在让我最担心的 不是那个林月瑶 我知道 你一直担心的是刘伯温嘛 刘伯温虽然是我的心头大患 但是他想要扳倒我 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那个鬼灭人 我知道 在水火同源洞带走林月瑶 戴个很丑很丑的面具的鬼灭人嘛 放心吧 那个鬼灭人出手帮了我们 爽儿认为应该没问题 可是照那天水火同源洞的情形看来 林月瑶很听她的话 否则她早动手除掉我们了 虽然我们还猜不透 那个鬼灭人为什么阻止林月瑶动手 可是林月瑶跟鬼灭人 一定有特殊的关系 问题是 这个鬼灭人现在动机不明 目的不清 如果她暗中算计我们 我们可是防不胜防啊 雅夫分析得很有道理 雅夫 你现在的意思是 我们表面上将暗兵不斗 暗地里再从林月瑶的身上下手 调查鬼灭人的身份 一旦让我们知道她是谁 双儿了解了 来 道长 你找我有什么事 我要你配合我的行动 今夜除掉朱元璋 什么 你要杀皇上 这可是弑君大罪 现在才担心这件事 不觉得太晚了吗 头都醒了 还怕身体湿吗 这你在犹豫什么 朱元璋的元神 已经被我拘在索隆坡里头 我肯定 宫里的那个朱元璋 一定是假的 好 我全听你的 你打算怎么做 只要把宫里的那个朱元璋 杀了 皇上就算归天了 到时候 就算真的朱元璋醒了 他也已经没身份了 所以只要皇上一死 刘伯温就必须宣读诏书 昭告天下 没错 我等的就是这一刻 这二十多年来 我忍受七里子散之火 等的就是这一刻 当年我火烧此运宫 又配合朱元璋 在太白贯多年 为的也是这个结果 过了今夜 天下就在我的手中 道长 到时候 可别忘了你对我的承诺 放心吧 只要能达成我的心愿 别说是聚宝盆 就算金山银山 我都可以给你 微臣见过皇上 来厉陶 回来你们总算回来了 这一夜到晚躺在这儿 都快急死了 切离皇上 微臣和高宾师傅 已经安排妥当 今夜要将皇上的魂魄召回 哦 真的吗 那这太好了吧 本朕恢复了以后 一定要查出来 到底是谁敢这样对朕 朕吧 绝对饶不了他 我说来厉陶啊 这要召回你的魂魄 也是有那么一点点的风险 高宾师兄 在说什么 还有风险 这这这这风险就是说 如果成功了 那最好了是吧 接大关系嘛 啊 如果不成功的话 你就要像现在这样 躺一辈子吧 诶 真可不要在这儿躺一辈子啊 启离皇上 事关皇上未来 微臣不敢见悦 所以要请皇上盟室 皇上是否愿意一事 如果愿意 请皇上扎两层眼睛 请不吝离皇上 事关皇上的未来 微臣不敢见悦 所以要请皇上门室 皇上是否愿意一事 如果愿意 请皇上扎两层眼睛 嗯 如果说就不会魂魄 一直躺在这儿 跟作画失败一辈躺在这儿 你说不同 好 好吧 就躲她一把 她好像扎了好几下眼睛啊 这好像不是很确定啊 我看我再问她一下好了 呃 呃 莱里头啊 你刚才啊 虽然有扎了眼睛 不过我不知道 你是否因为眼睛很酸 很色的关系 才会扎了眼睛 还是怎么样 呃 因为这件事情啊 很严重的啊 我命得慎重才行啊 你如果真的愿意 你就眼睛再扎两下给我看看啊 哎哎哎 高鼻的 这眼睛这样扎呀扎得很累啊 你知道吗 嗯 哎哎哎哎 誓死就确定了 来里头他同意了 哈哈 请皇上放心 我才一定尽全力 保护皇上的安全 梁博文 朕的将来就全都伤给你了啊 亲生 和娘娘来了 嗯 是行动的时候了 嗯 哎 奇怪了 何音您到国室回来做什么 难道说 他是来帮刘不温的 各位 事关皇上的安危 大家一定要小心 嗯 好了好了 快点吧 我要找那个死阿三 把我的儿子又回来 林姑 请你稍等一下 和娘娘 秋贵 请你们守在靖安宫 用阎王勾底 将皇上的魂魄召回来 你放心 我一定会替你 召回皇上的魂魄 嗯 过世 皇上如果清醒了 你千万别忘了我们娘娘的功劳 我一定会向皇上禀报二位的功劳 只要和娘娘以后没别的心思 我也会帮助和娘娘完成你的心愿 好 就凭你这句话 我一定会尽全力 找回皇上的魂魄 多谢和娘娘 林姑 武功高强的飞云道长 就要麻烦你了 哎呀 你放心吧 那个死阿三旁门左道的法术 都是我教他的 要对付他呀 绝对没有问题的 看来林姑和师叔的关系没起 只要今晚能抓住他 就可以知道他们两个的关系 揭开他的真面目 哎 你好了没有 可以走了吧 林姑 请您再等一下 高强师傅 请您守在宝贝房 以防有人从密道进出 如果有任何的状况 我会用这个放出信号 我们可以互相支援 哎呀 好了好了没问题快走吧 好 我们现在可以开始行动了 何娘娘 都准备好了吗 都准备好了 嗯 可是过师 那个臭道士的法力太强 我不一定能够赢他 何娘娘 你别担心 我会在皇上的寝宫 掌控全局 你只要照我的信号行事就行了 好 我听你的 百岁春来 游记回 一刀断去 一刀断去 是非根 一定很痛啊 阿弥陀佛 否则我帮你加持 帮你加持 帮你加持 帮你加 帮你加 都想聊聊天 顺便加持一下 也不错嘛 哈哈 哎呀我说 刘过师啊 你真不够意思啊 你明知道老那我是出家人 出家人慈悲为怀嘛 你叫我来看这些宝贝 晃来晃去的 我看来不忍心呢 高宾师父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只要你心里没有宝贝 自然这宝贝 也就不会让你烦恼了 阿弥陀佛 感谢刘过师 给劳纳我的开示 高宾师父 你严重了 我没有这种智慧 你有 只不过现在大敌当前 我不能大意 所以我只能 请你守在宝贝坊了 哎呀 你放心 天哪 又老那我在这儿 什么人都没办法从这儿出去 你这是皇帝卓元璋啊 怎么样 有什么不对啊 凭你也能当皇帝 我们山上的猴子 长得都比你好看 哎哎哎哎 你帮我当猴子 不然呢 我们山上只有猴子和蝉蝠 如果你不跟猴子比 难道你要跟蝉蝠比啊 那 啊 哎 你们山上 都长像你这个样子啊 难道说 就没有好看一点啊 啊 有啊 就是我 我最好看了 啊 你这样 就算好看啊 哎 我看到你我真倒霉 你 不敢想到你 你就是怎么想到你 好像还是你 你家人都要离开吗 梨子 你哪哪有呢 呢 你还能抓到我 老公 何貴妃開始行動的時候 你就可以出馬 出馬 要去哪裡 出馬 去抓你的阿三 哇 我真的可以抓到我的死阿三嗎 當然是真的 哎喲 你真的好可愛呀 好 我現在要出去外面放信號 你可能是母猴子吧 你 娘娘 國師已經發出信號了 你可以開始行動 嗯 我知道了 走 我們現在就去收拾諸元璋 只取成功 不許失敗 好 一切按照計劃進行 大長 發生什麼事情了 恩德拉 恩德拉 阿密巴布達 恩德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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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鷹王使者聽令 鷹王勾魂使者 從現在開始 我是你的主人 你要聽從我的命令 好 很好 我要你現在馬上去收回諸元璋的魂魄 不得有物 方統領 我這裡突然有重要的事要處理 我能跟你一起去了 你一個人去殺諸元璋吧 沒問題 奇怪 鷹王勾魂使者怎麼在裡面 放下諸元璋的魂魄 我不准你帶走他 好啊 臭道上 原來是你在搞鬼啊 我根本不怕你知道我是誰 因為你絕對逃不出去 恩德拉 恩德拉 鷹王勾魂使者 急急如律令 是 住手 我不准你帶走他的魂魄 等一下 老大我早就知道 你會從這個洞裡攥出來 你 我 我 你 靈姑 時辰已到 你可以前往盜灌嗎 林姑 有什么事吗 我一定要去 当然了 我们先说好了 可是 万一那个 真的是我的阿三哥呢 这不是正合你意吗 你不是一直想要抓他吗 可是我会怕呀 我怕 万一他真的就是我的阿三哥那怎么办 林姑 不行 你要是现在反悔 我们就失败了 有那么严重吗 你骗我 当然严重了 林姑 我绝对不可能骗你的 我怎么可能拿皇上的性命来开玩笑呢 娘娘 你怎么了 你个臭道士 极力阻止勾魂使者 收回朱元璋的魂魄 我快要对付不了了 秋鬼 千万不可以 你的伤还没好 娘娘 我不要紧 但是你一定要撑下去 一定要坚持 否则 郭氏的计划就失败了 我知道 可是你 娘娘 别再可视了 你一定要坚持下去 等林姑出现 去收拾那个臭道士 那么皇上就有救了 好 翁德拉翁德拉 阿弥巴布达 安德拉安德拉 盈王勾魂使者 积极如律令 赚理瞬 前妃万年北冰关 你是我心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